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芬泰尼境外麻醉 芬泰尼本身应该是我们麻醉科比较常见的一个药物 那芬泰尼本身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阵痛的作用 很强阵 它毒性低 阵痛作用比较好 所以它对循环的影响比较轻微 起效又快 时效又短 还容易控制 术后自主呼吸 呼吸迅速恢复 所以芬泰尼一般我们都作为它一个阵痛药来应用 它有强效的阵痛作用 这种作用 起效快 持续时间短 容易控制术后很快恢复 这有它的特点 特点优势就在这 阵痛作用强 取效非常快 心胸口抑制作用比较轻微 它的麻醉方法包括麻醉诱导和麻醉维持 麻醉诱导一般的话又可以单独应用 用它阵痛作用 也可以跟其他药物联合应用 维持作为吸入麻醉时的辅助用药 可以每公斤体重1到5微克 用于神经安定阵痛药物的麻醉 与佛派利多应用是1比50 用作成了佛分合计 咱们在前面也讲过佛分合计了 你和佛派利多和它的一个分泰尼联合应用 佛派利多和分泰尼用1比50的比例 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神经安定阵痛麻醉 神经安定它本身分泰尼是个阵痛的佛派利多 有镇静作用 是吧 所以它两个夹在一起了 第三个单纯大剂量的分泰尼 会让你全部的一个静脉麻醉 另外用于心血管的一个手术 就心血管的一个手术的麻醉 可以单纯大剂量的应用分泰尼静脉麻醉 静脉麻醉就是它可以诱导 麻醉诱导是符合或者单独维持 作为吸入的麻醉的时候 你可以维持的力量 作为神经一个神经安定阵痛剂 就是你和佛派利多连合在一起 1比50的比例是吧 也可以单独大剂量应用 那是用在心血管的一个手术 手术那就是一个麻醉的方法 麻醉的方法作为麻醉诱导 和心血管外科手术和维持手术 咱们知道一下 那分泰尼的适应症又是什么呢 麻醉诱导它可以和其他的静脉麻醉药 都可以符合用用 与其他的静脉麻药药都可以符合用用 因为它本身是个阵痛效果好的条 它是阵痛作用 其他麻醉药很少有阵痛作用 那都是对意识有影响的 所以都是一个符合应用 那对于吸入性的麻醉药 作为辅助用钥匙 或者是用于神经安定阵痛剂的一个应用 就和佛派利多的联合应用 大剂量分泰尼麻醉用于心血管手术 像心血管手术 长时间的开胸手术和大血管的手术 用大剂量的分泰尼单独应用 大剂量分泰尼单独用于静脉 静脉麻醉时用于心血管外科手术 长时间的开胸手术 以及大血管手术 这是它的适应症 麻醉诱导是与它很多静脉的麻醉剂 联合就符合应用 吸入性的时候用药呢 可以用药也可以构成神经安定阵动剂 还可以它单独的大剂量应用 用于什么样手术呢 心血管外科尝试开胸手术和大血管手术 注意事项 尽管它对心血管的这些副作用比较小 但是你也要注意它的心率和血癌的变化 而且它可以引起肌肉的僵硬 就是你快速大剂量快速应用 分泰尼是可以引起的肌肉 就是胸臂和腐臂肌肉的僵硬 因为胸臂和腐臂肌肉僵硬 势必影响到呼吸 所以会影响到通气 第三呢会引起呼吸抑制 反复大量应用 分泰尼可以可在三到四小时 出现延迟性的呼吸抑制 必须要严密观察 尽管咱们前面讲 它适应症里可以大剂量的单独应用 分泰尼来做心血管外科手术 做这些手术 但是它可以有一些呼吸抑制 就三到四小时可以引起 延迟性的一些呼吸抑制 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引起警惕 对吧 这方面我们也要引起警惕 也要着重注意 然后注意防止它引起呼吸抑制 导致一些不良反应事件发生 所以适应症就对马队诱导 可以镇痛镇静 可以又作为心血管手术 作为心血管手术 作为腐外科 神经外科等的手术 但是它也要注意 就是它会使心率下降 是血压下降 血压下降是以胸臂腐臂 这个肌肉僵硬 可以延迟性的呼吸抑制 所以这个必须要 我们要明白 可以明白 这是分泰尼 这是分泰尼的一个作用 作用 所以要知道 它的一个麻对的方法 麻对方法在这 麻对诱导和麻对维持 都是怎么样 维持应用什么 吸入性的 还是神经安定阵痛剂 还是一个大剂量单纯应用 那适应症 作为诱导 你怎么诱导 作为吸入性的 和神经安定阵痛剂 怎么用 大剂量静脉 单独应用时 用的什么样的手术 当然 这注意事件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并发症了 可以出现肌肉僵持 可以出现呼吸抑制 心率血压下降 就是导致血压下降 心率下降 以及出现这些情况 就是它的一个缺点 其实就是一个并发症 这是一个分泰尼的静脉麻醉 也是需要我们掌握 所以所有药物都这样 所有药物都不重复了 好 好